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桑姐 我終於來到日本了 相信大家對日本料理都非常熟悉 但是你真的知道 日本人的日常都吃什麼食物嗎 這次我們就來帶大家逛逛 日本在地人才會來的傳統市場 等一下我就會以一個身為外國人的角度 好像有什麼很好吃的 就把它買來吃看看 那這次來日本呢 也會有資深堂的紅顏超導循環激活路 全程一起陪我玩 一起陪我美美的拍片 說到日本必去的傳統市場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絕對就是東京的主地市場 還有大阪的黑門市場 這市場已經成為了外國觀光客的必去景點 但這次我們來到的是位於 九州的蛋過市場 號稱北九州人的廚房 隨處可見在地日本阿嬤採買的身影 是一條歷史悠久的百年傳統市場 第一家我們來到一間 看起來是賣醃漬魚類的店 在旁邊觀察了五分鐘 發現有蠻多在地媽媽來買 所以決定來試看看 一看起來就是黑黑的 然後有一些醬的這種 我覺得應該是鯨魚之類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看有幾攤都在賣這個 它感覺是一種日常配菜 這個如果我現在有一碗熱呼呼的飯 我會整條把它吃完喔 味噌跟醬油煮得很入味 醬油一定還是炒過的 焦糖化那種甜甜的效果 味噌呢它也是經過焦糖化 它的香氣也會更上一層了 它還有再加一些辣椒去炒 完全不會辣 它只是提味而已 欸這個我有經驗到耶 好吃 欸 好可愛喔 剛才有個奶奶看到我在吃這個金 主廚的金金有味 她就直接過來瘋狂跟我們聊天 那種我就會不會日文 但是我一聽得懂的是 她一直稱讚我很漂亮 金居哥我在國外 是可以備受認可的好不好 接著賣青魚族的老闆 看我們吃完了 突然直接叫我們跟著她走 結果 好吃 啊 好吃 哈哈 謝謝 剛剛那個青魚店老闆 叫我們一定要點這個來吃 它上面有寫是蛋過敏物 就是也是在地的特產 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有點像是 魚漿混合一些蔬菜類的東西 我們趕快來吃看看 趁熱吃 趁熱吃 它這個外面是酥脆的 我再咬一次給你們聽 刮在舌頭上真的是 太舒服了 那種脆鬆刷刷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吃起來就很像 台灣很常吃那種細細的那一條 就是它沒有錯 沒有那麼的重鹹 胡椒味比較重一點 它是有彈性 包覆了一些淡淡的汁液在裡面 因為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吃熱呼呼的東西 於是就看到了這間賣關東煮的攤位 所以就盲取了幾樣料 試吃看看 好 我們現在進來了一間關東煮店 其實有看到很多日本人進來吃 這一盤呢 點了甜不辣 蘿蔔 橘子跟豆腐 我現在吃這個甜不辣 剛剛那個老闆直接問我們要不要 他感覺就是很推薦這個 它的甜不辣光是夾起來 軟嫩度就是不一樣 哇 日式的甜不辣 它比較薄一點 口感更細緻 濾漿的味道 特別自然 謝謝 然後其實在日本的關東煮店啊 它盤子的邊邊都會塗上一點點的 黃芥末 它是拿來直接給你沾的 吃他們的豆腐 哇 這樣的豆腐竟然可以滑順到 仿不像蛋豆腐一般耶 豆腐是沒有什麼口洞的 它是非常緊密又滑順 怎麼可以這麼像蛋豆腐啊 這個不是我要再誇張 這個真的很好吃 吃看看這個蒟蒻 這什麼 它不是只是脆而已 它有彈性 它的湯口底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蒟蒻 你等一下時間 慢慢把湯吸進去 它就會有這樣的意思的美味 不管了 最後我們來吃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這就是出國好玩的地方 你就隨便點麻煩 不然難吃還是好吃 就是一個很好玩的部分 它很多耶 這個應該是都在那種裡面出現那種 翻譯蒟蒻的那種蒟蒻吧 可是它吃起來是這個樣子 彈性中帶一點點脆的口感 它不會很韌 它裡面其實還是有即日糖質的水分 但是他們觀眾主的湯頭 我都不是很重心的那種 清爽的類型 這次來到日本 必須要吃的 一定是他們的草莓吧 所以 我就失心瘋 買了一盒 攤位最貴的紅草莓 和我從來沒有吃過的 白色草莓 我原本想要問 有沒有在九州當地草莓的品種 但可能有點語言不太痛 反正呢 我就相信 螞蟻推薦給我的草莓啦 哇 它這個草莓真的是 紅到透耶 它吃起來不到超爆甜 大胡草莓是種甜 然後它的酸也是蠻有感覺的 可是日本的草莓 它吃起來就是 甜跟酸都是很溫和 可是香氣就會非常足 剛好它的熟度硬度也是很讚 它草莓好芬芳喔 重頭戲這個 白色草莓 我剛剛跟各位說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盒四顆的白色草莓 大概是日比一千塊 其實前幾年在紅白草莓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不懂耶 真的很多人都說白草莓吃起來很甜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長得這麼病態的東西 它竟然可以是甜的 什麼意思 等一下它是草莓嗎 我完全吃不懂這什麼東西耶 來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剖面 就是如此的白皙 我覺得它沒有到特別甜啊 是我買的這一盒 比較不一樣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就是剛剛的紅色草莓 口感甜度酸度都差不多 可是它卻少了芬芳感 白草莓到底紅在哪 它之前沒有比較好吃啊 然後還超貴耶 如果你有吃過白草莓的話 拜託你跟我講 你吃下去的感覺好不好 我不會再買第二次 好 不得浪費 還是要把它吃完 既然都來到傳統市場的不免俗 還是要看一下他們的傳統糕餅 我剛剛就經過了一間傳統糕餅店 我就覺得哇 一樣也是蘋朗滿目捨不出來 結果剛剛就有一個日本小姐姐 她看我很猶豫不決 沒有沒有沒有 我推薦了 我推薦了 好 這個 這個 台灣 很美味的地方 櫃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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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櫃餅 櫃餅 美味嗎 美味 哈哈哈哈 很淡 我要買了 但很美味喔 叫我們買了這兩個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綠色的麻糬之類的 然後裡面可能包一些豆類的東西吧 然後另外一個他推薦呢 是這一個櫻花飯 我就姑且為這樣叫它 因為他說這個粉紅色的啊 是櫻花的汁液去拌雲的 外面這個葉子呢 是櫻花的葉子 最喜歡這種傳統糕餅店了 因為我真的不會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裡面是包紅豆耶 然後它外面的這個綠綠的 為什麼吃起來有點鹹鹹的感覺啊 有點像變形版的超阿貴耶 它有那個超阿貴的香氣 可是它的外皮 是在更紮實版的草莓大福 外面那一層皮的感覺 紅豆是本身自然的甜 好酷喔 再來第二個櫻花飯糰 天啊這個我超期待的耶 怎麼會這樣子 第一口咬下去 直接被這葉子給嚇爆 是鹹的耶 它會有櫻花葉獨有的香氣 但它的葉子是用鹽漬的 又鹹又香 喔我是真的沒有吃過櫻花的味道 所以我沒有辦法形容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 但是它的櫻花不是那種花的香氣 它是一種植物的特殊香氣 然後裡面也是包這個紅豆 它的糯米好水耶 好多汁喔 這個我真的有眼睛完全亮起來耶 非常值得你來體驗耶 我沒有辦法說它很好吃 但是它是一個很好讓你更加認識 日本傳統小吃的其中一個食物 因為在日本呢 他們的傳統市場比較少 而且也比較小條 所以我決定就來找另外一間市場來 看看看看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糖戶市場 那因為呢它在小漁港旁邊 所以其實會有很多人專門特別來玩 那它就比較不是屬於那種婆媽會來逛的類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在漁港旁邊的市場 會是長什麼樣子 好我現在進來這個糖戶市場裡面 超多人 這個市場啊它一到五都是專門批漁貨的 然後六日就會開放像一般的民眾進來 所以今天假日人超多 我剛剛晃了一下啊 它其實大部分都是賣一些沃壽司 然後跟這邊的名產就是河豚 有河豚生魚片 還有河豚味噌湯 所以來這邊呢 就是滿滿的海鮮 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什麼 可以直接蒸一隻大螃蟹的那種 大部分都是那種可以即時力吞的壽司 好的 先來給大家看第一盤沃壽司好不好 超級巨大的蝦子 連蝦頭都留著耶 這箱子意外的很軟耶 我以為它是脆彈型的 好像把這頭拿去烤飯了 然後它好像有摩摩的什麼醬 一點點微微辣辣的 我大概講就好了 因為每一家都有賣這種一模一樣的食材 就是單純看你自己順眼 硬要選的話 你可以看它的肉是不是有光澤度的 看起來比較有水分的海鮮 比起來呢會是比較新鮮的啦 接下來重頭戲來了 我跟你講我對這個海膽可是很嚴格的喔 你這個海膽摸壽司 你最好給我表現好一點喔 你都在魚杠嘛 你還不好吃我一定會生氣喔 剛好這間的海膽比較不是屬於濃厚型的味道 淡一點點的香氣 配上飯的話可能就比較沒那麼粗粗 接下來我要來吃這個 看起來非常恐怖的 鯨魚肉 它真的超級深紅 你可能單開覺得還好對不對 但你看一下它的飯本人好不好 飯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怎麼吃耶 它有需要加醬油嗎 我們先來吃一口原味看看 它吃起來很像充滿纖維感的生牛肉 它的肉纖維是挺粗的 但它咬起來是像鮪魚那種感覺 比較軟綿一點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有腥味的 它只是看起來很恐怖 吃起來也不是那種 我覺得它油脂很重 但我不會特別再去吃第二次 比起這些海鮮它沒有特別好吃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吃看看 好以上就是我在日本探勘的兩間市場 那第一間呢是日本的在地傳統市場 因為很多婆婆媽媽會去買食材的地方 仔細挖寶的話 還可以挖到一些道地的小吃 那第二間呢是靠近漁港的糖戶市場 那這邊就是有非常多海鮮 還有知名的河豚生魚片好不好 那我個人覺得呢 自己最喜歡的是在蛋過市場的那個 味噌米糖清魚煮 還有它的圓圓的 很像魚漿的那種蛋過冥霧 那再來呢 我覺得糖戶市場的所有海鮮都很新鮮 敢吃的人 一定要吃看看它的河豚生魚片 詳細的河豚生魚片介紹呢 我會放在九州必吃美食裡面 大家之後等我相片的時候可以去看囉 那其實我在來日本之前啊 我一直覺得 日本沒有那種邊走邊吃 還有吃路邊攤的文化 所以當初在找資料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喔日本好像真的很少 真正的傳統市場 都是否觀光客的 結果實際來之後 日本真的還是有傳統市場 雖然比較少也比較小條 但是呢如果你只要仔細挖飽的話 就可以找到還蠻好吃的到底小吃 身為台灣人對日本料理食物 應該是不太陌生才對 但結果這一趟下來 我真的看到蠻多 從來沒有看過也沒有吃過的食物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中天財經頻道與情同行 連種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他們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呢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現在通膨的危機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下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私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千8點 中天財經頻道 張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林曉玲 全球正經珠報 每週六日 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你們知道 這個吃著水呢 變錢 對它養不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 股票啦 房價啦 都會往下跌 無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的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偶化 掌握肩肉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 上這個夢夢水 國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 調節情緒 增強抗肝能力 還有德國洋根據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 分…